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这一课里面一共是分两节 第一节成立大圣是佛说 这一大课已经说过去了 第二节就是摄大圣 现在的文就是属于第二节 文本身的文具像是说 这十大章的次第 但是在文艺上看 它是摄大圣的意思 次后清静医药所说这一节文 就是说到这个第五章 比英国修查别的次第 就是这一章啊 为什么在比入英国以后 说的理由 就是第四章 比入英国 就是等于说啊 这一个人他在入书之下的时候啊 修维士观得无声发音了 得无声发音之后呢 他在得影之前修的六佛罗密多 成为清静的正上医药了 清静的六佛罗密多了 就是不是有所得的六佛罗密 这一下呢 这个比英国修查别呢 就表示是从开始得无声发音 就是由初第进步到二第 第三第四第乃至第四第 这个六佛罗密多辗转的殊胜 所以叫做比英国修的差别 这个文理大义就是这样子 说次后清静医药 就是在比入英国以后 这位无声发音的菩萨 他由般若的智慧的力量 所发动出来的六佛罗密多 也就是六佛罗密多 都同说在清静医药里面 同说在这里面 就是以无上菩提心为前导 以无所得为方便 用这样的智慧 说同说的六佛罗密多 是不断地进步 是于十地中分分差别 由初第二地乃至到第十地 一分一分地 越来越殊胜 越来越殊胜 有这样的不同 所以叫做比英国修差别 说这样辗转殊胜的 修行六佛罗密多 自行化它 是英勤修习 未要经三无数大决 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应该勤勇 勇猛精进地 使令它圆满 要经过三无数大决 这个三无数大决 在后边的文 有解释 那应该是 从圣节行地 是一个大圣企节 从初地到第七地 又一个大阿圣企节 就是又一个无数大决 从八地到第十地 又一个无数大决 这个无数大决 就是阿圣企节的意思 加起来 要经过三无数大决 这个六佛罗密多 才是圆满了 如果从初地开始 就是两个无数大决 这可见 这个功德是 要经过这么长时期的 精进修行才圆满的 不是短时期可以成功的 伺候于三菩萨 所晓 所学应令圆满 这个伺候 在文像上看 就是在比因果修差别 就是伺候 但是我在这个 修行的内容上看 它还是在 还是属于 比因果修差别之内的 还是在这里边的 就是把六佛罗密多 合成三菩萨所学 就是合成了 真上戒 真上心 真上慧 三菩萨所学 应令圆满 令这三菩萨所学 让它圆满 究竟 这样意思 这要读这三大章 真上戒 真上心 真上慧 读那三大章的文 可以知道 就是特别的 就是本论的作者 特别的 把这是界定慧 把它赞赞它 赞赞它的殊胜 超越了小乘的 境界的 这样意思 这个六佛罗密多圆满 当然三小就圆满了 三小圆满 六佛罗密多也圆满了 既圆满以 鼻鼓涅槃 既无上正等菩提 就是鼻鼓涅满满 这是最后的两大章 这个六佛罗密多 这个界定慧的三学 既然是圆满了 功德圆满了 鼻鼻鼻涅槃 就是鼻鼓断 既无上正等菩提 就是鼻鼓智 一个智德 一个断德 这个鼻鼓断 这个断德 就是烦恼障 所致障 究竟的清净了 没有一点的障碍了 那么就是究竟寂灭的境界 基于无上正等菩提 就是鼻鼓智 也就是 自性身 受用身 变化身 三身显现了 这三种佛身 圆满地显现了 那就是 无上正等菩提的境界了 这样说 鼻鼓断也圆满了 鼻鼓智也圆满了 到这个时候 应现等正 就是应者实业 应实地显现 平等地成就了 平等地成就了 就是这两个 鼻鼓断 鼻鼓智 平等地成就了 叫做应现等正 故说 实处如是 实地 从第一章 第二章 乃至到 第十大章 这个 这个次地 是这样子 故说 实处 如是实地 所以 就这样 次地 说出来 这十大章 说这个 十大章 这样的次地 从阴 自国 从最初的 理解 原起法 开始修行 到最后的 德国 静心国 都圆满了 故说实处 如是次地 又此说中 一切大圣 皆得究竟 这个 幼稚 是真地 三章 翻译 的 舍大成 没有 没有这个幼稚 燕村老法 是特别的 提出来 没有这个幼稚 你 这个意思 顺一点 故说实处 如是次地 此说中 一切大圣 皆得究竟 此说 这个 十大章 里边 包裹了 一切的大圣 佛法 而没有余了 都包裹在里面了 所以叫做 十大圣 这个 江才说了 这里边 信节 行政 都具足了 一切大圣 佛法 都包裹在里面了 所以觉得 究竟 圆满 而没有 剩余的了 也就是说 这个修行人 从开始发现 到究竟圆满 主要的大意 都在这里边了 如果说是 在别的经里边 还有其他的说法 那也是属于 这十大章里边的 自分 也并没能够离开 这十大章之外 所以说 一切大圣 结的究竟 所以不争不检 你说这十大章 这是把 第一章叙述 到此要满了 那么按照 这个 验尘拉法 是个意思 这十大章里边 就是说的 大乘佛法的殊胜 大乘佛法 都是佛书的 这句意思 从第一节 这十大 这个 这个 总标 纲要份 这个叙述里边 第一节 是说到本论 舍大乘论的依据 依据就是阿皮达默 大乘经 这后边我也有提到 就是根据 阿皮达默 大乘经里边的舍大乘品 来习的这一部论 当然 也可以说 这个 吴钊菩萨 就是为舍大乘品 这十大章 做的注解 做的注解 并不限于 阿皮达默大乘经 也有引其他的 华元经 解释秘经 引其他的经 来做出 来解释的 就是说到 此论的依据 既能说的人 婆切凡前 比如大乘的菩萨 得了托洛尼 得了无外辩才 无声化言的菩萨说的 既为什么要说这部论 第一节 有这三个意思 以后就说到十种书生 书生语 又提到 这十大章是不同于小乘的 又说到 这十大章是佛所说的 不能说是非佛说 又说到十亿的次第 又说到十大章 这一章里面有这么多的意思 此中最初 却说所知一 既阿赖也识 这一下是第二章 说这个所知一 所知一 这一章就是分这么两个大章 这两个大章说得非常好 第一节 从圣教中安利阿赖也识 就从佛的法语里面 就是从圣教量上来安利阿赖也识 这是佛说的 这样意思 那么第一项 是实名一正本识的犹体 佛是说了 但是还要加以解释的 解释他的名义 我们才能够了解 引经证 就是引这个阿毕达玛大圣经 来证明 这个阿赖也识的 是词中最初 却说所知一 既阿赖也识 所以说是在这十大章里面 把他的纲要是标出来了 还需要详细的解释的 那么先解释哪一章呢 是最初窃说 我一开始姑且先解释这个所知一这一章 所知一这一章是什么呢 就是阿赖也识 就是说的阿赖也识 这个阿赖也识 是在大小乘的佛法里面 当然是有一点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需要把它的成立的理由 要说一说 才能使令人心才能够平静 才能相信这件事 这是 妾说所知一 就是阿赖也识 我们前面 也大量的解释过 世尊何处说阿赖也识 明阿赖也识 前面是标出来 所知一就是阿赖也识 说世尊 您说有个阿赖也识 我们不相信 要佛说我们才是相信的 那么佛说过吗 佛说过的 世尊何处在什么地方 说阿赖也识 明阿赖也识 这是个问 这个问这个地方 包括两个意思 世尊何处说所知一 就是阿赖也识 这是一个问 第二个问 世尊何处说阿赖也识 名为阿赖也识 这两个意思 为佛说阿赖也识 这以下你就是回答 世尊何处说 所知一就是阿赖也识 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迎着阿赖也识 来识 来识 来识明所知一事 阿赖也识 就是这个意思 为婆界凡 为佛 他在阿皮达玛大成经 嘎佛中说 这个嘎佛就是姑且识 在那个识里面这样说 无始始来界一切法等一 由此有始始来界一切法等一 这就是这个识 就是圣明所知一 是阿赖也识 那个识里面这么说的什么呢 无始始来界 无始始来界 这个始就是开头 无始始就是没有开头那一天 无始始 没有开头的事情 就是你向前推呀 一直推不到那个头 推不到那个开始 所以经上现成的文句 叫做初纪 没有初纪 无始始始无故 初纪是没有的 这个 我们 非佛教徒也好 佛教徒也好 有的时候会就提出这个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现在是这样子 是九元九元以前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现在佛在阿含经里面 提个解答这个问题 初纪无故 你找不到最初的头 这一句话就是解答了 没有初纪 就是没有始 没有开头 所以叫无始 就是这样解释 对吧 佛教徒说是 凡天来创造一切众生 一切世界 一切万有 那就是有始料 就是上帝 就是凡天 他是万物之始 现在佛教说 初纪无故 没有初纪 那也等于说没有上帝料 没有凡天料 是无始始来戒 就是从无始始到现在 就是无始始来 戒 这个戒这个字 就是因的意思 因国的因 也就是前面所知一 那个一这个字 一也就当个因字 这里说戒 也就是因 也就是种子 阿赖也是里面 那个种子 一切法等一 这个 无始始来戒 这个戒是种子 如果说是无始始来的 贪生痴 烦恼 这些过时的讯息 贪生痴 这个货业苦的讯息 都属于掩误的 那么这里说一切法等一 那么也应该说是一切延无法 一切由种子所变现的一切法 就是一切 就属于果了 这个戒就是因 就是种子 这一切法如果说是有延无法 又有清净法 那么那个戒也应该有清净的种子了 有延无的种子 有清净的种子了 可是要是说从无始始来 在众生的世界来说 应该只说延无的种子 是一切延无法 平等所益 这些果都是一因 为所益 一因而有果 无始始来戒 一切法等一 那么这不是所知一吗 所知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一因为所益 一切法一因为所益 是烦恼的熏悉 所以一直在六道里面流转 就是这样子 所以由无始始来的戒 这个词就是那个戒 由那个戒的因 由于那个戒的种子 而有诸曲的变现 而那个戒当然也是贪神式的熏悉而来的 也不是自然有的 即涅槃正德 这个涅槃就是灭除了诸曲的因果 就有涅槃了 因为在生死里流转 他就有的众生就会感觉到苦恼了 他就想要卸脱 前些说当然去修校圣道 这是遇见三宝了 遇见三宝了 那么从三宝上的学习 有戒定会灭除了这个 这个无始始来的戒 那么就得涅槃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 众生是无始的 所以这个摄大成人的后边 也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最初那位佛是谁 是叫什么名字 最初 那么这个无始来节 有始有诸曲 既涅槃正德 他得涅槃 一定要遇见佛的开导 就是最初称佛那个是谁 摄大成人的后面就说 最初那个佛你也推不到头的 你也推不到 哪位佛是最初称佛的 不是 也是推不到 这样说 就是拥有诸曲的苦恼 他遇见三宝了的时候 他就会修效圣道 灭除了生死的因果 那么就得涅槃了 从这一个寄送来看 就可以知道 阿里耶尔就是所之一 所之一就是阿里耶尔 不过从所之一这一方面来说 这个范围是广一点 所以阿里耶尔还是有一个限度的 到后面呢会有解释 这样说你既涅槃正德 能正德就是圣道 所正德的就是涅槃 那么就是苦恼灭道四地 就属于灭地了 圣道就是道地了 前面有诸曲 你就是苦地和吉地 这也包括了四地的意思了 既于此中福说宋约 有舍上诸法一切种子时 故名阿里耶圣者而开示 前面是引阿皮达姆大乘经中的卡托 这个宋来证明 所之一就是阿里耶尔 这以下你又引一个宋了 证明阿里耶尔 明阿里耶尔的意思 这样意思 既于此中 也就是在此 佛切凡阿皮达姆大乘经中 在此中 福说宋约 那里面又说一个宋 是由舍上诸法 这个由舍上诸法 一切种子时 这个舍上诸法 谁舍上诸法 就是一切种子时 由于一切种子时 能舍上诸法 所以一切种子时 名为阿里耶 这个次的就是这样子 由于能舍上诸法的一切种子时 它有舍上的作用 所以就叫做阿里耶 阿里耶翻个长 翻个丈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名为阿里耶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一切种子时 这个时 就是我们现前的 见闻觉知的 这个明了性的时 这个时有出现的 我们自己能舍上诸法 这个出现的里面还有一个微细的 淫微的一部分的明了性 这个明了性我们自己感觉不到 是感觉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睡着觉的时候 这个不做梦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而那个时候阿里耶尔真 就是阿里耶尔的境界了 那个时候就是有阿里耶尔在 因为阿里耶尔不在就是死亡了 就有威有威系的 有威隐的死 那个就叫做一切种子时 这个时呢 它有舍上诸法的作用 就是你前六十 在活动的时候 那些活动的情况 就在那威隐的死里边储藏起来 你怎么样活动 它就怎么样你把它舍上 能奢侈 这个奢者 持也能把它奢侈住 就是我们要说是用手 能把它抓住 你叫做持 就是奢的意思 阿里耶尔这个前六十的活动 那所得的一切的印象 这个一切种子时 能把它奢侈住不吃掉 能奢侈住 能接受 能接受它的那个印象 就是摄 接受了以后 你继续的储藏在那里 不失掉 所以叫做藏 那么这个 从无始以来 我们这样这个威隐的这个史里边 有无量无边的种子 有了这个种子以后 你遇见姻缘了 它又会成为国报 这个种子就是所谓业力 或者烦恼的种子 业力的种子 各式各样的种子 它能使令它显现出来活动 比如说我们有烦恼 也是有种子 活动出来的相报 要是把烦恼的种子清除了 剩下 它就没有烦恼的这件事了 就是因为没有种子了 要是我们 某一种烦恼的讯息 特别的 多 那一种烦恼就是特别重 要是我们学校界定会 来对峙某一种烦恼 那种烦恼被对峙了 它就圆耀 它就会圆耀下来 它那个种子没有力量 要断掉了 就是剩下的 从这一方面来看 这个威隐的史 有这种奢长 一切法的种子的这种功能 它有这种功能 所以叫做一切种子诗 这种子诗 它不断地发生这种作用 能奢长诸法的种子 顾名阿赖耶 所以这个一切种子诗 就叫做阿赖耶 阿赖耶中国话就是放个帐 所以叫做帐 这样解释 大家应该说也就算是明白了 但是后边的文 就是本论后边的文 又谈到这个种子 史和种子的关系 又提到不一不义的问题 这个史是能奢侈的 能奢长一些种子的 这个史 种子是奢长的 有能有所 那应该是他们两回事 是两回事的 但是在阿赖耶诗里边 你去分别哪个是种子 哪个是石 还是很困难的 还是很困难 就像这个水和波浪 你说这个波浪和水 你能分开 也是很难 水是应该说是平静的 波浪是冻的 是各个的相貌的 但是离开了水就没有波浪 所以还不是能分开的 所以阿赖耶诗里边 就一些种子石和一些种子 也有相似的情形 是不义不义的 这个有奢长主法 这个奢长这两个字 这个佛多善多的翻译的 说大成论 他翻个家 我们居住的家 每个人都有个家 翻个家 这个真帝三藏 和基督 他们基督 他们的翻译 翻个依住 依住 就是依子的依 行住住我的住 依住 这个依住 就是依子和住处 依子的住处 那么住处也就是家的意思 家是人的住处 那就是奢长的 这一切的种子 都住在一些种子石里面 那么就叫做奢长 也就是家 如果说奢长 宣战法师翻译一个奢长 奢长似乎是 这个意义 似乎是 比这个家 比这个衣住 可能更丰富了一点 就是 他有这个奢长的意思 常有家的意思 这个奢呢 是所以成为家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能奢才能成为家 不言的话 不能成为家的 所以说一切种子石 这个家石 能奢长足法 顾名阿赖耶 这样说 为什么名为阿赖耶 就是这么个原因 这是 也是阿皮达玛大成经里面说的 圣者 额开示 这个圣者是谁呢 就是大菩萨 就是法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他是超过了 一些的生死 凡夫 也超过了二成因 出发心思 就胜过阿罗汉 胜过这些胜为原教的 他有大背心 要广度众生 弘扬破坏的 所以称之为圣者 所以这样的立根音 额开始 额之佛说 佛为他开始阿赖耶的法门 如果一般的人 不不说这个法门 所以叫做圣者开始 这是 阿皮达玛大成经的两个诵 证明所之一 名为阿赖耶识 证明阿赖耶识 名为阿赖耶识 是有根据的 我们古来的大 就是这个 这个圣大成论的古兆古德作 就是中国的古德 他解释经论 他自己写出来什么 发表什么样的心得 他也是要引证 引这个经论的成文作 证明的 不是我说这样 就是这样 一定引佛语为证 因为要你是佛 佛说的话 也太相信的 不是佛说的话 也很难相信 如是切引阿基摩证 符合缘故 此时说明 前面是引经证 这底下第二段 十明义 虽然是佛说的 但是里边的意义 还是要加以解释才可以 不然还不是才明白的 如是切引阿基摩证 就是前面这一段文 就是孤切地 展切地迎来 就是阿基摩 阿基摩翻中国话 你翻个传来 翻个传来 就是三世诸佛辗转传来的这种佛法 就是不但释迦牟尼佛 过去的切佛 乃至未来佛 也都是这样说法的 所以叫做传来 但是古诗后的翻译 翻个阿汗 阿基摩翻个阿汗 现在法是翻个阿基摩 所以说引经 现在这个阿基摩 这个经 现在就指阿皮大成经名 阿基摩 是证明这件 像前面这两种证明 已经过了 符合缘故 此时说明阿里耶识 又有什么理由 什么原因 此阿里耶识 说明阿里耶识 这个仗的意思 还需要加以解释的 这一下呢 就是前面等于是个问 符合缘故 此时说明阿里耶识 是问 一下就加以解释 就等于是回答了 回答看这下面的文 就是要两个意思来解释 一个是要奢长的意思来解释 一个是要执杖的意思来解释 奢长和执长 这两个意 现在先要这个奢长意解释 是一切有声扎原贫乏 与此奢长为果性故 是一切有声扎原贫乏 这个一切有声扎原贫乏 这个有声啊 就是有声有灭的一切有为法 这个有为法 当然也有有漏的和无漏 有漏法和无漏法 同于这两种都可以说是有为法 但是现在这是说你扎原贫乏 有漏的有为法 不是指无漏的 无漏的是不说的 就先说这个有漏的扎原贫乏 这个无言的 无言的扎原贫乏 本来我们世间上的 这些是遇事的反复境界 当然是照料很多的罪 这种烦恼的境界 是无言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好心肠 做好事的 那么怎么也说是眼无法呢 就是因为你有恶见 这是我做的 做了功德了的时候 因为有恶见的关系 还是有分别有烦恼 一做了功德的时候就有恶慢 你们不懂得做不会做 我能做 或者你做的少没有我做的多 就是有这些恶的分别 就使这个善法被延无了 所以做凡夫 做恶法也好 做善法也好 都是眨眼 不清净 一切有生有灭的杂眼品 这一类的 各式各样的 或者是三个道的杂眼法 也是有品类的 三善道的善法 也是有品类的 与此舍昌为果性故 与此舍昌 这个舍昌和前面是一样的字 一样的字 但是这个 这个世青菩萨 世青菩萨说大成论 他有解释 他解释是 与中转故 名为舍昌 他这样意思 与中转故 名为舍昌 这个与中转 这句话 就是 这一些有生杂眼品法 与此舍昌 就是在一切种子史里面活动 一切种子史里面活动 这个转就是活动的意思 也就是 刹诺刹诺的生灭 不是不生灭 宁言安住的经济 彼此在一起 阿里耶诗与一切杂眼法在一起 巨生巨灭 但是阿里耶诗能奢长一些法 就是他是个家 一切法 是一切法的家 一切法的住处 与此奢长为果性故 这个地方可以做两个解释 这些杂眼品法 与奢长的一切种子史来对论的时候 杂眼品法是一切种子史的果性 就是一切杂眼品法和阿里耶诗在一起 巨生巨灭 而战眼品法是阿里耶诗的果性 再明白一点说 就是阿里耶诗设常一些法的种子 这个种子 设常的种子 这一切杂眼品法是种子的果性 这么讲 因为这个杂眼品法是种子的变现 那么杂眼品就是果 是这样意思 可是呢 如果说一切种子是阿里耶诗 阿里耶诗和种子不可分 不可分离的 不可分离 说种子是一些杂眼品法是种子的果性 也就是杂眼品法是阿里耶诗的果性 可以这么说 又既此史与彼舍常为阴性果 又既此一切种子是 它和一切杂眼品法 在大家共同的巨生巨灭的关系里边 那么这个阿里耶诗是一切杂眼品法的阴性 那么说阿里耶诗是杂眼品法的阴性 如果再变一个字样来说 就是阿里耶诗里面设常的种子 是杂眼品法的阴性 种子是阴 一切杂眼品法是果 但是都是在舍堂里面 都是在舍堂里面说的 事故说明阿里耶诗 所以叫做藏事 可是后边的舍堂 舍堂上后边的文 就在这个所字一这一章里面 后边的文 又提到有三项 阿里耶诗有三项 自相 音相 果相 那里说的音相和果相和这有点不同 我们不久就会讨论到了 和那里说的不大一样的 这样解释 这是似乎是容易明白一点 但是你们各位再去读一读印了法师的解释 再读着王安阳的解释 也读一读 这是第二个解释 前面要舍堂一语 解释阿里耶诗 现在这里说这个 要执着的意思 这个舍堂 是个执着的意思 或者就是这一切的凡夫的众生 有情识的众生 舍堂指释 这个舍堂在这里就是当执着家 执着指释为之恶物 这个指释 我们说恶 恶 这个恶指释 就是阿里耶诗说的 就是执着这个阿里耶诗是我 是有我的体性的 不是有假名字就是我 是真实体性的就是我 这个事情 这个 俄的定义 俄是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也是讲过的 就是长恒柱不变异 他一直的是那样子 他不变化的 这个俄的体性 是长 是长足无变的 这个阿里耶诗 阿里耶诗 他虽然不是那个无违法 这个无违法是没有生出意外的 是长足无变的 他不是阿里耶诗在这个在这上看 在赛大成论的前面 后面的文字我们不提 前面的文字上看 他也是长足长足生出意外的变化的 但是他是无违的 阿里耶诗的体性也不是善 也不是 是无违的 不管你是善是个去训细他 而他一直是无违的 不变异的 也是相续不断的 那么我们那个欲业有情 这欲似的凡夫啊 看他是长足的是统一的 是长是异 相似的异 相似的异 就起了误会了 我说这是我 我是长足的 是不变的 就知道他是鹅了 那么这个阿里耶诗是鹅的指导 所以故事故说明阿里耶诗 所以叫做阿里耶诗 这样说 他在阿里耶诗上生起了恶劫 这样说你在维斯上说 就指第七诗 第七诗啊 也就是我们的细意识 维系的意思 知道阿里耶诗是我 生起恶劫 根据这样的情况啊 名字为阿里耶诗 这样讲的 那么在经里面说啊 要无恶才能得谢托 无恶才是圣语 那么就可以知道 第七诗 不执着阿里耶诗是我 这时候才是圣语 但是我们一般的几诗啊 是无恶的 迫使外道执着的我 把外道执着的我破掉了 这是无恶 其实不是的 不只是那样子 你要能够得谢托 一定要修无恶观 叫第七诗不执着我 这才成为圣语的 你才能成为圣语的 这是非常温戏的经济 所以 获诸有情 奢仓此时 为之恶故 事故说明阿里耶诗 我们要是读这个 阿皮达玛大圣经的 这两个诵 无始时来界 一些法等 由此有诸去 既犯正德 由奢仓诸法 一切种子时 故名阿里耶诗 他看不出来有这个意思 看不出来说是 获诸有情 奢仓此时 为之恶故 事故说明阿里耶诗 看不出来这个意思 但是从阿罕经上 我们去读阿罕经 但福祉有这个意思 你的确你知道我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会流人生死 要我就得泄脱了 但是有这种意思 福祉此时 以名阿托诺斯 此中阿基摩者 如解身密经 说阿托诺斯 甚深系 一切种子如保留 恶欲翻欲 不开眼 空必分别 这些之为我 前边呢 是 就名阿里耶诗 是佛说的 佛说他就是首之一 他名为阿里耶诗 这是佛说的 其实阿里耶诗 还有其他的名字的 其他的名字 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是先说说 有阿托诺教 这科判说是阿托诺教 就是佛也说 他名为阿托诺斯 这也是佛说的 所以叫做教 也是分两段 第一个是引经证 但这回引经 可不是阿批达姆大成信量 福祉此时 以兵以名阿托诺斯 他名为一切种子时 又名为阿里耶诗 福祉此时也名为阿托诺斯 就是依据他的作用 不同的作用 成立不同的名字 现在你以名阿托诺斯 现在你以名阿托诺斯 始终阿基摩者 这个名为阿托诺斯 经常有这种说法吗 始终阿托诺斯 阿基摩者如解释密经说 解释密的阿基摩 说阿托诺斯 说阿托诺斯 圣神系 他上说 阿托诺斯 是非常 深 深微 深奥 微系的 一切种子 如暴流 额于 凡于 不开眼 空闭分别 知为我 一切种子 如暴流 阿托诺斯 怎么是 深深细腻 就是阿拉丽诗里面 那个种子 一切种子 像 瀑 如瀑流 瀑流 瀑布 流水 动荡的 非常的厉害 汹涌 澎湃的 就是阿托诺斯里面 那个种子 一切种子 也是 生灭 动荡的 也是很大 但是我们都不交织 这回事情 他是 是奢长的 从无始以来 随时的 我们心念一动 内心里面 接触一切境界 随时动什么念头 你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说话的时候 也是心动 做什么事 也是心动 总而言之 心不断地动 就是不断地 奢长无量无边的种子 所以种子特别是多 不过奢长种子 所以微词上底下说的微细 要是造的 业的种子 一受了果报 你就是结束了 这个种子就是没有了 但是你心念的流动 所形成的种子 和造的业种子 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话 动的念头 也是有种子 生现形 但是你在心里一动的时候 它又熏成种子了 所以这个种子 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心一动 本来是由种子 生现形的意思 可同时又熏成了种子 他说我们动了贪心了 就是贪的种子 以前熏息的贪的种子 现在一动出来的时候 就是贪 贪心来了 但是你贪心一动的时候 同时又熏成了贪的种子 它不完 其他的一切的分泌性 都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明言种子 你心一动就是有个像 有个明像的 不言的话心里没有办法动 一动的时候就熏成种子 一动就熏成种子 所以种子生现形 现形熏种子 它这个种子一生现形 它就是就此结束了 它又继续地熏息了 这和业种子不同 业力一结束了 一生了国报 国报一收完了 这个业力就结束了 这个不同 所以这个明言种子 是无量无边的 一切种子如暴流 如暴流 这样子 这样的种子 无量无边的多 它都是 这个种子都是生灭变异的 它不是无违法 它是有违法 它就是生灭变异的 生灭流动的存在 像暴流那样的 来形容这件事 我愈烦愈不开眼 对于这个烦呢 就是一般 具如爱烦恼 见烦恼的意思 烦 这个愈就指二乘眼 二乘眼还没能够通达佛法 不开眼 不开是眼说 在前面 你就对那个生气来说 因为这一切种子如暴流的这种境界太深奥了 所以对反腐不开眼 太威胁了 所以对那个愚人也不开眼 不为他们说 恐必分别之为我 因为什么不说 就是佛顾虑 他们会分别知道 这个是我了 说阿里耶尔是一味的相续不断的 就好像那个长行祝福变异的 恶色的 容易引起误会 会知道这是我了 根本没有我 这回你要说这样的佛法 引起他反倒执着我了 这样子和前面那个恶有点不同 或诸有情 奢仓此时为之恶过 那是巨生恶之 巨生恶之 与生俱来的 就有这种分别心 有这执照心 执照是我 现在要是恐必分别之后 我这是分别恶之了 是分别恶之 和那个前面有一点不同的 这是第六一诗的 第六诗的所起的分别恶之 前面是第七诗 是巨生恶之 和这个有点不一样 这个凡于佛 俄于凡于不看言 这个俄子佛说 佛对这个凡于这两种众生 不看言 他们没有办法能明了 这个圣神系的阿特诺斯的 不明白 所以对他们不说 那么这样子 是杰森秘经 那一评上说的 好像心意识评 这个说到阿特诺斯的相方 那阿特诺斯也就是阿赖耶斯 当然杰森秘经 说的阿特诺斯里面的作用 和这里说到阿特诺斯 阿赖耶斯 还有一点差别的 这是说阿赖耶斯 名为阿特诺斯 是有根据的 根据解释秘经说的 这是印经证 这以下你去来解释 何言此时 以复说明阿特诺斯 因为什么因缘呢 什么理由啊 此阿赖耶斯 又名为阿特诺斯呢 这个阿特诺斯翻到中国话 翻个执词 执是执着的执 受执的执 执 它有执词的作用 所以名为阿特诺斯 何言此时 以复说明阿特诺斯 实名义 这句话是问 在底下嘛 执受一切有所根故 一切自体取所一故 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说出来两个理由 执受一切有所根故 这个油舍根呢 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所成就的根 就是我们的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肾根 这五根呢 都是由精微的地水火风 组成的 就是舌根 这个油舌根呢 表示还有个五舌根 五舌根就是第六亿根 第六亿根呢 它是五舌 它不是四大组成的 那么 简别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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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根 所以就叫做油舌根 这个油舌根呢 由这个 阿特诺斯来直受 直受一些油舌根故 所以叫做直辞式 下面再解释 一切自体取所一意固 这个自体就是这个生命体 是对直辞的 也是以阿特诺斯 对直取而成就的 有这两个理由 所以名为阿特诺斯 这是标 把这两个理由的名字标出来 立出来 所以这和就是问 因为什么叫做直受一切有舌根故 怎么叫做一切自体取所一故呢 这里要解释 有舌诸根 有此直受 无有失坏 尽受随转 这也是这个第一个理由 我们的杨尔比赛森 这个油舌的诸根 有此直受 由于此阿特诺斯的直受 他有直持他的力量 这个受曾经讲过就是感觉 因为由他的直持就有感觉 就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体 他要不直受你 这个杨尔比赛森就死掉了 就变成死尸了 由此直受无有失坏 所以使令他不失坏 他不坏 他要不直受的时候 变成死尸的时候 这个尸体就坏了 变成轻鱼啊 膨胀啊 能乱啊 就是就坏了 变成死尸就不好了 十之无有失坏啊 尽受随转 尽其寿命啊 随顺阿勒耶尔的存在 他而继续的存在 他继续的活着 阿勒耶尔要在的时候 这个油舌诸根一直的不坏 一直的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 这就叫做 直受一切由始根故 名为阿特诺斯 这个意思啊 我们人的生命体啊 它一直是活泼泼的存在啊 因为有阿勒耶尔 阿特诺斯的直受的关系 直受的关系 比如我江泽说过 比如我们睡着觉了啊 睡着觉了 不做梦的时候 前六十步活动了啊 那时候就是 而不是史诗 虽然他这时候也不能见文教之了 但是不是史诗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有阿特诺在直 支持他 阿勒耶尔还在的关系 说有舌诸根 有始之受 无有失坏 尽受随转 尽即受命啊 他随着阿勒耶尔活动 而不失坏的 这个佛法里面 这样解释 这个身体的不坏 是阿勒耶尔的直持 因为直持 所以叫阿特诺斯 这是第一个理由 又于相续 正皆生死 取比生故 直受自体 又于相续 这个相续啊 怎么讲呢 我们通常啊 这个右眼的反腹 人家死掉了以后 就不知道是 以后又怎么情形 不知道了 我们遇迟的反腹啊 就无断地说 断灭了 死了以后就完了 所以也没有了 但是佛法说 你不是死亡了以后 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了以后 还是相续的 还有一个新的生命 相续下去 所以叫做相续 就前一个生命 后边还有生命是连续下去的 连续的是谁呢 就是阿特诺斯 很多人能连续下去的 这叫相续 正皆生死 正皆生死啊 就是结胎的时候 假设作业的时候 父母合合的时候 就是结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体 接着成业 成立了一个新的生命体 在正结生的时候 就是那一刹落间 偷胎的时候 取彼身故 这个阿特诺斯啊 就是取彼身故 去直取父母的一体 父母的一体 这个阿特诺斯去直着 那个 取彼身故 我们通常说是中阴身 三世合合才能成胎 就是父母的一体是两件事 再加上这个中阴身 中阴身是蛇兽 想行识都居住的 都居住 但是取彼身的时候呢 中阴身死掉了 中阴身死掉了 那一刹落间 闷绝了 那么前六十也不活动了 只有阿特诺斯 取彼身故 这里面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是由于相续正节生死 在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阿特诺斯 取彼身故 那个胎是不成就的 他也不成就 所以由阿特诺斯 去直取那个生命的关系 才能成为一个生命的 这是在正节生死初开始 投胎的时候 是这样子 直受自体 那个取彼身也是直受自体 就是你的这个生命体 就是自体 这是头一刹落 第二刹落 一直到这个身体 你啊 住胎 除胎 乃至到婴儿 小孩子 乃至到老年 乃至到最后 一直地由阿特诺斯 不断地在直受自体 来支持这个身体 实际上它生脚瘦 直受自体 这都是阿特诺斯的作用 这都是阿特诺斯的作用 这含义 就是有这两个意思 知受一切有所根故 这是一个 一切自体取所依故 又是一个理由 有这两个理由 事故此时已复说明阿特诺斯 所以阿雷耶斯尼 也就名为阿特诺斯